美国政府8月30号再次推迟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、电池、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大幅加征关税的最终决定 趁将会在未来几天公布决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30号发布声明表示 针对中国与技术转让、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条款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继续制定关于拟议修改的最终决定 并预计在未来几天公布决定 拜登政府今年5月宣布维持特朗普时期对华征收的301关税 并对中国锂电池、光伏电池、电动汽车、关键矿产、半导体等产品大幅提高关税 其中电动车关税将提高至100% 这一决定原定于8月1号生效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30号称 需要更多时间研究1100多条公众意见 将实施时间推迟到9月 并决定于8月31号公布 然而这一公布时间于8月30号再次推迟 此外中国商务部8月29号宣布 中美双方商定于9月7号在天津举行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 双方将就各自经贸政策关切、企业诉求和务实合作等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富王卫视综合报道